歌手李文日前以粉红大使身份 出席癌症基金会粉红革命启动礼 她还带了自己的婆婆出席活动 李文透露婆婆15年前也曾经患上乳癌 幸好现在已经康复 而李文本身就有个中医师母亲 所以她从小就非常注重健康 那当然自己也是 还是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 还是每天在做运动 那么做瑜伽其实真的是 对一个人很有帮助 因为现在的女性呢 在工作在家庭都是很有地位的 那可是因为这样子呢 就是会产生很多的这些压力 那我们是应该怎么去疏解压力呢 就是透过运动 难怪李文的身材这么好咧 不知道有没有跟婆婆一起去做运动啊 虽然她的婆婆抗癌成功 可惜公公去年却因为癌症去世 婆婆现在失去老半 所以常常到香港找儿子和媳妇 两人虽然工作繁忙 但也会带婆婆逛街和吃好吃的 然后最好玩的就是每一次 我都会打开一些杂志看到 怎么偷拍到我跟奶奶出去逛街的 然后呢 可是奶奶因为她不是公众人物嘛 看到自己在杂志上呢 她就特别兴奋 她说我上报纸了 然后呢她都把那些照片给她所有的朋友啊 所以她在住的那个地方 她们都当她是明星这样崇拜 很可爱 又不全一乐 这样的婆婆真可爱 香港魔道 歌手李文日前以粉红大使身份 出席癌症基金会粉红革命启动里 她还带了自己的婆婆出席活动 李文透露 婆婆15年前也曾经患上乳癌 幸好现在已经康复 而李文本身就有个中医师母亲 所以她从小就非常注重健康 那当然自己也是 还是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啊 还是每天在做运动 那么做瑜伽 其实真的是对一个人很有帮助 因为现在的女性呢 在工作 在家庭都是很有地位的 那可是因为这样子呢 就是会产生很多的这些压力 那我们是应该怎么去疏解压力呢 就是透过运动 难怪李文的身材这么好嘞 不知道有没有跟婆婆一起去做运动啊 虽然她的婆婆抗癌成功 可惜公公去年却因为癌症去世 婆婆现在失去老半 所以常常到香港找儿子和媳妇 两人虽然工作繁忙 但也会带婆婆逛街和吃好吃的 然后最好玩的就是每一次 我都会打开一些杂志 看到怎么偷拍到我跟奶奶出去逛街的 然后呢 可是奶奶因为她不是公众人物嘛 看到自己在杂志上呢 她就特别兴奋 她说我上报纸了 然后呢 她都把那些照片给她所有的朋友啊 所以她在住的那个地方 他们都当她是明星这样崇拜 很可爱 又不全一乐 这样的婆婆真可爱 香港魔道